连上三次被丈夫宠上天的女明星是谁? 说起这个问题,相信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胡兴儿 作为港台娱乐圈家喻户晓的明星 胡兴儿在事业上的成功是无人可以超越的 作为实打实的人生赢家 胡兴儿的成功并不体现在事业上 在爱情里,她也是人生赢家 前段时间,胡霞和老公李炳德一同出门爬山游玩 享受久违的夫妻时光 众所周知,许久违露面的胡兴儿自从三为人母后 就一直把生活重心放在了家庭上 虽然有许多好资源找上门 但胡兴儿一直坚持半工作半休息的状态 大家本以为胡兴儿会享受无口之家的快乐 但造化弄人 如今胡兴儿又怀孕的消息不禁而走 大家之所以猜测胡兴儿有喜乐 是因为她在出游照片中体态身形发生了变化 从胡兴儿的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她的身体看起来十分臃肿 面部轮廓大了整整一圈 不仅如此 在近日的采访中 本来生完三胎就丰度的胡兴儿已罕见 改口称不排斥怀四胎 被已经坐实怀孕的消息 此言一出,一愣哗然 胡兴儿四年爆炸的生死速度 已经让许多人望尘莫及 如今再生四胎 不免让人担心她的身体能否吃得消 毕竟生孩子是一项大工程 十多月的生产过程是难熬的 女性生理和心理都会发生变化 事实上,胡兴儿一直很渴望拥有一个女儿 可惜总是事与愿违 此前胡兴儿生下三个儿子 便有人调侃她命令 缺女儿 如今如果真的怀孕 相信胡兴儿也不会隐瞒四胎消息的 认识现任老公之前 胡兴儿与同为一人的黄宗泽交往多年 年龄相访 外形合称的他们曾是公认的金童玉女 遗憾的是两人没有修成证过 2015年 黄宗泽参加TVB的一个活动时 忍不住一直偷描人群中的胡兴儿 说不清是不舍不甘还是深情 她的眼神没有一秒从胡兴儿身上挪开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两人是恩爱的小情侣 透露着眉目传情的小情趣 可事实却是 此时的胡兴儿已经和李成的结婚 跟前男友黄宗泽彻底成了陌路人 要知道在几年前 黄宗泽和胡兴儿还是语圈公认的金童玉女 两人同居八年是圈内公开的秘密 很多人都以为胡兴儿非黄宗泽不嫁 黄宗泽也一定会娶胡兴儿 谁曾想他们终究还 还是成为了众人口中的一男平 当初为了追到胡兴儿 他在剧组里对胡兴儿虚寒问暖 关怀备至 每天晚上都会给胡兴儿打电话发短信 一发就是几十条肉麻的情话 要知道胡兴儿喜欢花 黄宗泽每天都会送他一束花 发现胡兴儿住的地方离剧组远 他天天开着车接送胡兴儿 在黄宗泽强大的柔情公事和短信轰炸之下 胡兴儿答应了黄宗泽的追求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腻歪在一起 胡兴儿斥资3000万港币 买下黄宗泽居住的楼上那层 然后把两层楼打通 装上私人电梯 经过一番操作过 双方可以直接乘坐私人电梯 却到对方房间约会 就这样黄宗泽和胡兴儿过去了 没凶没臊的同居生活 平日里事无巨细 全由胡兴儿一手操办 但黄宗泽他学会了做菜 变着法做好吃的 等他回家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收工 胡兴儿就赶忙跑回家 充当起了保姆 佣人 妻子等多个角色 为他操持家务 洗衣做饭 陪他一起叠俄罗斯放快 两人这一同居就是八年时间 可以说 胡兴儿最美好的八年都给了黄宗泽 胡兴儿无时无刻都在幻想着黄宗泽向自己求婚 可事实却是黄宗泽没有丝毫想求婚和结婚的意思 连八卦的媒体都替他们着急 不止一次询问二人什么时候结婚 面对外界的催婚 黄宗泽总是用工作太忙 等以后再说来进行搪塞 其实胡兴儿对黄宗泽真的很宽容 也很纵容了 从来不会阻止他想做的事情 这么多年来 胡兴儿减少催婚 可令胡兴儿没想到的是 这是因为他的隐忍和纵容 让黄宗泽觉得不管做错了什么 他都会在原地等自己 以至于不被好好珍惜 被偏爱的永远有恃无恐 黄宗泽把胡兴儿对他的偏爱 当作了任性的资本 这八年以来 虽然有了胡兴儿这个正牌女友 但黄宗泽丝毫不改风流本色 趁着胡兴儿拍戏忙不在家 该混季夜店还是混季夜店 有时候喝得烂醉回家 看到胡兴儿在等自己 两人也会爆发争吵 黄宗泽看到他哭闹已经习惯了 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耐心的去哄他安慰他 反正他知道到了第二天 胡兴儿还是会为他把醒酒汤做好 把粥熬好 其实对胡兴儿来说 黄宗泽混进夜店都是小事 因为胡兴儿相信他只是和兄弟们去喝酒 不是去找美女鬼混的 真正让胡兴儿倍感伤心的是 黄宗泽在外面和其他女性暧昧 不禁背着自己频繁偷吃 拍摄《唐心风暴》时 黄宗泽对陈法拉一场热情 不仅在片场其大献殷勤 而且参加活动时 两人毫不避讳手牵手 收工后 黄宗泽还主动送陈法拉回家 甚至还被记者拍到夜宿 女方相归天亮才出来 见色起义 夜宿陈法拉相归有迹可循 毕竟人家也是个大美女 可没想到黄宗泽竟然不挑食 何比自己大18岁的司马燕 传出了姐弟恋 欣喜之时黄宗泽和司马燕 还在公共场合上演了陶醉一吻 上了好几天的头条 十分辣眼睛 看到黄宗泽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绯闻 胡兴儿只能默默替他收拾烂摊子 一如既往地站在男友这边 选择相信他 支持他 又爱包容他 感化他 并大度表示 我一向都不管他的 他喜欢做什么就让他去 去做 因为他是演员 受欢迎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相信他 火箱儿的宽容隐忍 换来的不是黄宗泽的浪子回头 而是变本加厉 在拍摘星之旅时 黄宗泽又勾搭上了同剧组演员梁敬奇 做起了剧组夫妻 两人网上传情 亲密出行 贴身拍照 共同出入酒店 黄宗泽一边和梁敬奇 网上传情 一边又和倪晨曦牵扯不清 关系暧昧 倪晨曦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自己和黄宗泽的亲密合照 后来被骂之后便把照片删了 表示自己不靠绯闻上位 到了2011年 黄宗泽甚至被爆出偷吃内地女助手 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在外面风流快活就算了 还在身边住场 这把胡杏儿气得不行 据说黄宗泽哄了很久 才把胡杏儿哄好 2012年 等了八年的胡杏儿始终 没有等来黄宗泽 泽的求婚 更何况这么多年来 胡笑为他收拾烂摊子 已经身心疲惫 试问一个女人 能有几个八年可以消耗 他可以忍受黄宗泽孩子气 忍受他花心 忍受他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可是他不能忍受自己八年的付出 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 也不能忍受这样 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日子 他想要的只是一份安全感 一个家 也许是累了 也许是失望透顶 2012年 胡杏儿和媒体宣布自己 已经跟黄宗泽分手 结束了这段纠缠八年的恋情 宣布分手消息的时候 胡杏儿三度哽咽落泪 可见这段感情 对他带来的伤害有多深 哪怕分了手 他还是选择维护黄宗泽 分手后没有说过对方一句坏话 表示两人是和平分手 没有第三者的插足 是啊 失望是一点点累积的 攒够了失望的人 就会想着怎么离开 黄宗泽开始想方设法去挽回这段感情 他疯狂给胡杏儿发短信认错 但没有得到对方的回信 眼看发短信求和不行 黄宗泽便挑选了戒指 想用求婚的方式 令胡杏儿回心转意 但被伤透了心 胡杏儿根本就不愿意见他 也不愿意再和黄宗泽 再扯上任何关系 2015年 胡侠已经彻底从上段失败的感情中走了出来 卖掉了和黄宗泽同居的上面那层 带着卖楼的三千万嫁妆 转身嫁给了相识相恋 仅一年的夜店老板李承德 曾经的胡杏儿将半年青春 全都给了黄宗泽付出一切 但对方不懂他需要的是一个家 一个安心 一个稳定 这才让他失望透顶 最后转身离开 李承德虽然和他相恋才一年 但却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 也给了他足够的安全 整改更重要的是 当初他在黄宗泽身边当的是保姆 老妈子的角色 可现在的胡杏儿在李承德身边被捧在手心 宠成了公主 婚后 李承德和胡仙儿先后生下了三个孩子 十分甜蜜 如今胡夏已经嫁为人妇 过上了曾经想要的幸福生活 而黄宗泽却悔不当初 只能在活动中偷偷眺望着胡杏儿 从写千万嫁妆嫁给李承德 到放弃工作回归家庭 胡杏儿为婚姻付出良多 这一路他收到过祝福 也遇到过质疑 有人认为李承德配不上他 有人担心他人才两空 时至今日 胡家已然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嫁给了爱情 把婚姻经营的有声有色 让我们一起静待胡仙儿公布好消息 希望胡仙儿家庭幸福 家庭美满